我的心裡想就是說 帶他們去那個地方有鰻魚 晚上只能釣鰻魚 我們就五個學生 我帶著他們 然後就進去到湖邊 就開始把燈打著小燈 打著開始 有的不會穿耳 還要幫忙穿 用魚竿 結果其中有一個副社長 他呢 他根本不會釣魚 他就是 就亂拉亂釣 然後一下就跟他 他那個耳都釣了 跟他沖耳 後來他自己就不好意思 他就不釣 不釣就站在 坐在我們旁邊 我們就在釣 釣鰻魚 他就盯著那個身上看 那因為沒有光害 只有我們那個微弱燈 他在那邊看 盯著 上面有五盞燈 五個燈 一個大燈 四個小燈 四個小燈是 顏色跟中間那個黃燈不太一樣 然後他看了一陣子 就來朝我 他說老師老師 有飛碟 我說什麼飛碟 我說飛機啦 這裡常常有這個走道 他又看 他是聽我這樣講 他又看 都沒動 你飛機照理講 是要動嘛 就說老師 如果沒叮噹呢 我一看也有點怪 然後這個時候 不到這個一分鐘 他這個燈就越來越大 就沒有聲音 然後本來像一個棒球 現在變排球 變籃球 我們那學生說 老師我要走一走 我說他怎麼走一走 你現在跑跑到哪裡都跑不對 都沒有聲音的 就是一個球越來越近 我跟你講我膽子很大 我都不怕鬼 可是我會怕 那真的會怕 那真的很怕 你會不會現在其實已經被外星人附身了 你自己不知道 因為那個不行物沒有聲音 然後越來越靠近你 而且他飛的方向是這樣飛 他不是說飛機這樣飛 所以大家真的是會怕 我自己都很怕 我記得那個怕 後來他就停 大概停了三分鐘 又退回去 就不見了 可能想說不好吃 用垃圾掃描過 不好吃 飛走了 好 那我就想起 我就想起說 這一座山 我小的時候 那個 因為我們家裡是 聽那個大灶 大灶 那我祖父跟我祖母 常常去 叫我去割那個 溪裡面的那種雜草 來當那個 可是那個雜草 其實燒一下就沒了 你還是要有木頭 但是這一座山 我們叫雷公山 就是雷都打這個山 所以這個山也沒有人要去 因為常常在打雷 你很危險 你在那邊 在那邊的話 可能被雷打死 可是有一次我祖父 跟我祖母 就是因為溪裡面 那個草也都砍光了 就開始沒東西 他想說 應該進這個山 沒人去的話 去砍一點木頭 結果我就跟著去 然後我祖父還交代我 我祖父比較沒大 我阿嬤很大 所以祖父說 這個山就是有那種模型 你如果看到他們 你眼鏡要悶起來 才不會被他催眠 然後我就 我阿嬤 你阿公走在前面 我走在後面 他叫我們走後面 然後給我一個草刀 放在後面 我還很神勇 第一次掛著刀 然後走走走 那個山路是這樣斜上去 剛好就跑下來 一個就是他們講傳說的模型 那個頭髮細細酥酥 眼睛是紅的 然後身上是當然沒有衣服 就是像青蛙的那一塊一塊 然後腳有譜 那個小隻的看到我們 我阿公就說 麥茶挖起來 我就這樣挖起來 我就怎麼麥茶挖起來 怎麼挖起來 就沒看到了嘛 我阿公站這邊嘛 我這邊看起來好像挖起來 我就看著他用尖叫了 像我們聽到小孩子 那種鬼叫尖叫聲那種 然後因為我們三個人 他一個嘛 他就跑姿勢這樣跑上去 叫了很久 就不見了 那是我第一次在這一座山 碰到一個就是像猴子 又不像猴子 欣欣又不像 然後我阿公是說 那個就是模型 好 結果到我再長大一點 村莊裡面常常鄉鎮裡面 人說去模型看 那就到關聖地金廟 或者是那種觀音廟 就是求 然後當機就抬那個轎子 就開始找人 開始找人 就往這個地方衝 那這個地方有一個蝙蝠洞 每一次這個當機 追的時候 追到人就被抓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有多高 你知道嗎 兩三層高 你怎麼爬上去 你被摩西拉看著 摩西拉還要搭 搭梯給你上去嗎 不知道 所以每一次呢 就是人家就搭梯 就從那裡找到 結果呢 我們 我就猜想 這裡應該是外星人的基地 要不然 那個 摩西拉可能跟外星人有關 因為我在這個山看過摩西拉 在這個蝙蝠洞 以前是找被摩西拉看走了 然後下面的山 我看過 我看過飛碟 所以我一生中 如果沒有事的話 我就很想走一個隊 去那邊找 這個外星人 在過那麼久了 這是 您老師他說他 目擊過摩西拉的長相 看過嘛 高警官 對 你是聽到還是也有看到 我聽到 你聽到摩西拉的叫聲 聽到 但是你不確定他是不是 我不懂 那個時候我才小學 二年級左右 那我爸爸是在 烏來跟 那個福山 跟平林 福山 平林那邊 以前在農林廳 我爸爸是從警察 再轉到那邊去工作 所以他的責任就是 都順著山上 那個動物 看我叫原住民偷盜 還是偷捕獵 樹木比較珍貴的那種 我爸爸的工作是這個 所以我從小都是跟我爸爸 騎著那個 摩西拉去山上 都在山上度過 那一天我們去 我爸爸就帶著開山刀 差不多中午11點多左右 那有的芒草 就撲一條路進去 那我們摩托車是停在 旁邊的那個 以前還沒有產業道路 就九頭路 那我們就從那個芒草 撲進去 那我也不曉得 爸爸要做什麼工作嘛 那反正就跟著他進去 那進去之後 我感覺我爸爸 撲那個 那個肝膀的時候 越砍越緊張 越砍越緊張 我只知道他說 一直跟他說 地坑我地坑我地坑我 才有更緊一點 因為芒草裡面 你聽不懂 那風的聲音 你都聽不到講話的 是哪一個山頭啊 就是烏來要進去 浮山那個地方 後山 就是那時候 以前很偏僻很偏僻的 那進去沒多久 我只知道我爸爸 今天不太一樣 他這樣後面判一個民軍 他一直切斷 很緊張的 但是我感覺不出來 他是緊張什麼 他就一直 一直猛砍 砍那個 砍砍一直砍 砍到三四十分鐘 那我就覺得說 我父親怎麼今天神情怪怪的 但是我不敢問他 我只一直在跟在他後面而已 那跟在後面的時候 我爸爸就停下來了 停過的時候 第一次看著我爸爸這樣 煙湊不斷 那一部分人放在那裡 飛行也吃了 吃了又再吃了 都沒話說話 然後就拿個水給我 先喝一下而已 都沒有跟我講話 然後到中午十二點多 已經一個多小時了 十二點多快一點的時候 下起大雨 下起那個大雨的時候 因為山上沒帶雨傘 以前也沒雨衣啊 那我們就是 那邊那個石頭很大 兩三個人很大 很大顆就好 很大顆就對了 你聽到聲音 去過關 去過關 在那裡叫的 聽到聲音 風在吹 有人聽到聲音 一直在笑 那個笑聲你不會講 很詭異的笑聲 笑得很大聲 可是感覺好像是猴子 或者是什麼動物 還是小鳥的叫聲 可是你聽到會不含了力啊 我想說這是什麼聲音 就是連你也起雞皮疙瘩了 那時候聽起來那個聲音 就一直叫 去過關 反正那個聲音 就很尖銳的一直笑這樣子 那我爸爸就起身 那時候太陽出來一點點 太陽出來的時候 我爸爸就停在那邊 看那個太陽西下 他結果他就停頓差不多30秒 30秒 他往反方向 你頭的反方向 飛行也撥 三五分鐘就撥出去了 三五分鐘都看到馬路了 我們的摩托車就在旁邊了 不到五公尺 本來早半天都不知道在哪 繞不出來 那個在寡房裡面繞 兩個父子在裡面 其實就在旁邊 就在旁邊 然後空拍機一下就看到了 兩隻都看到 都沒有車 過了很 我爸爸在我的時候 他說回家裡都不要說 點點 我就把這個事放在心裡 也都有沒有再提了 因為我爸爸也會怕我媽媽罵 所以我們都不敢講 那後來我長大的時候 我就問我爸爸說 我一次跟你去山頂 你那次是金流簽 他說你會記得 那天落後的我會記得 他說 我們現在要大船頭旁邊這麼多 他說對了 他說有兩個 到一百公分的 一個雙倍 一個雙倍 叫我們由船頭後面走去 那船頭後面就算了 那都不死了 那兩個別人就不去了 好早你爸爸頭部又很清楚 我爸爸就不敢講 警官有正氣 所以就很緊張 我只知道他很緊張 我說那兩個是什麼人 他說那有可能 因為浮山過去就是宜蘭 他說那有可能是當地 泰雅族原住民的祖靈